好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了 今年1月份的氣氛很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要先祝各位2022年 尤其今年虎年 那麼不但是虎虎身風 我要特別加上一句話叫做 虎膽妙算 2022年賺大錢 很多人在今年1月份的氣氛當中 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告訴你 這就是賺錢的感覺 2022年是絕佳的機會 那麼大家想一下 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在你有印象當中 你在太平盛世的時候 進場買股票 雖然有賺 但是想必不多 那麼最好的機會 往往都是在大跌的時候 當然大跌的原因 等一下我們再講 可以包南瓜幾個地方 09年的金鵝海嘯 反彈上來那一段 那麼再來當然就是在前年的 全球疫情的時候 美國股市大跌 然後全球股市抄底 反彈上來 也造就很多新的富豪 新貴 航海王等等之類的 他們都是這一波的贏家 好那現在要戰爭了 是不是個機會呢 當然是個機會啊 股票只要跌 它就是一個機會 至於它是什麼原因 我認為不重要 升息這件事情跟戰爭 其實差不多 它基本上都是在吵鬧的時候 爭論不休的時候先下跌 所以有一句話才叫做 炮聲響黃金萬兩對吧 但是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要來告訴各位 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推出實戰交易班 這是有原因的 好我們就來跟各位講這個事情 我們昨天已經跟各位講過 今年的幾個最重要的重點 四五六要把握 其實三月份就是一個最好的月份 你現在先殺下去 那麼在二月的時候反彈上來 但因為我們台灣是這樣子 二月天數太少 你前面過年放掉一段時間 然後月底又放掉一段時間 中間天數太少你沒感覺 其實二月就要進場了 但是三月是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月份 所以三月要奠定你今年賺錢的基礎 三四五三個月 三四五六 七八九會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到了第三季 中秋節前後會有防止一個利空 來做一個震盪 因為如果你年底就殺一刀 通常你彈上來以後 會有一個拉回 尾盤再拉高 所以今年來講可以有兩次機會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實戰交易策略當中 我們的第一堂課 當然就是在講 什麼叫做上漲的原理跟下跌的真諦 第一個我們說大盤在這個地方 出現一個下跌 好 這是一個起跌點對不對 那起跌點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收盤價低於前一波的低點 收盤價低於前一天的K棒下端 收在下方 當然有一個前提之下是你上漲過程 上漲過程第一個 收低加破低 你看這個每一天是不是都比昨天還要高 第一次出現比昨天低就這裡 那這裡也一樣第一次收低 破低不算 要收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昨天 昨天嘗試做出一個多頭的反攻 那這時候沒有反攻對不對 在我們日出日落的理論當中 如果你今天要做出一個日出格局 才是反彈的第一步 任何反攻都是從日出開始 所以如果你在連續下跌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出現越過昨天的高點 加收高 顯然是這一天對不對 所以這兩根對差入線會不會拿來做對比 那昨天說 行情在季線這裡出現一個多頭抵抗 那麼明天也就是今天這個交易日 只要順勢開高出來 收在昨天的上方就變成一個日出線 有沒有 像這裡有一個日出形態 日出形態 第一個收在昨天的高點的上方 就開始反攻了 好 昨天就有人開始跟我說 老師 你這個交易有什麼好學的 對不對 昨天那麼強 開低走高 隔天要反彈還不簡單 今天早上好像 大家在討論這個話題對不對 在期貨還沒有開出來之前 昨天美國股市對不對 早上這個殺多少 然後尾盤大驚奇 高達這個八九百點長度的一個 道瓊長黑 然後這個時候 台股醞釀反彈講一大堆 然後我就默默的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一些學生 因為才看完第一堂第二堂課 然後就在那邊跟我們講 然後我就說 你要看一下今天的收盤 有沒有收出日出現 老師不用看 這漲定了 結果期貨開出來開低了 對不對 大家啞口無言 那你現貨開出來就不用講了 一片死傷了 所以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日出沒有你想像的簡單 照理來講 昨天在這個位置 你要開一根日出棒 只要開高就好了 你今天早上只要順著美國股市 所以拉尾盤的力道 隨便開高都可以成功 但是趨勢不是那麼容易改變 所以你才要學 你如果都靠感覺 今天早上一定是 覺得今天會反彈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採用 是一個實戰交易 那你很簡單 你一定是先開高 把昨天高點越過 那為什麼沒有 好 這個就有人質疑了 他說老師這運氣好吧 誰知道會突然開戰 好 這個就進入操作股票 最有趣的地方了 你確定沒人知道嗎 呵呵 應該說是你沒想到吧 我認為地球上所發生的任何事 都有可能有人比你早知道了 即使是在你覺得不可能的情況下 因為你畢竟沒有住過白宮 對不對 你也不是在克里姆林上班 那我們講一個道理 就是像比方說這件事來說 你覺得是擦槍走火嗎 還是為了走火故意去擦槍 你覺得是哪一種 看起來都一樣 因為媒體講的東西都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說 烏克蘭這個地區 它的人口俄羅斯人佔多少 然後以前就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有一個根源戰 然後現在發生了什麼 然後拜登怎麼樣 再加上國內特殊的政治 的氣氛環境下對不對 兩邊自己會有自己的解讀 然後就朝自己有力的方向解 整個新聞的價值可能 就股市來講也偏掉了 不是你所想要知道的 我今天反而要站在一個股市的立場 我們這個東西只講輸贏的對不對 你仔細想想看 這一根日落不奇怪嗎 以今天來講一件事很簡單 照理來講昨天收在這個高盤的位置 相對高點今天只要一個開高 現在這裡就日出了 它偏偏就是不給你開高 對吧 所以等於趨勢沒有改 好 首先這個就是我們先回到操作的原本 以大盤來講這個格局 尊重我們的恩智上下恩智是有重要 對不對 這是實戰的過程 你不能說 好 講一句話來 給你鼓勵打氣 比方說我振華在這邊 跟你講一句話鼓勵你打氣 戰爭的時候進場就是最好的買點 這句話講出來很廉價 大家也不能夠反駁它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這樣有用嗎 假設說你 你高檔已經全部出清了 對不對 一檔股票都沒有 3000萬在手中 我這樣講一定有用 但是你不會馬上進場 對不對 你會稍微觀察一下 你會等過完年 你會看一下局勢 換作另外一個人 你3000萬套來在手上 現在已經賠了50% 只剩1500萬 我這樣跟你講有用嗎 沒用 對不對 哪一天氣氛恐慌的時候 你還是一樣會殺在最低點 因為 所謂的低點是 在你還沒有日出之前 它可以下去再15%上來 這個15%你承受得住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實戰過程當中 要跟各位講的 這一波的指數 事實上你還沒有日出之前 它沒有正式反攻 那麼回想為什麼每次當這個 確定的事情發生以後 開戰 升息 它就有機會開地走高 那原因在哪裡 不是在於只要戰爭就會漲 錯了 是因為它跌在先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在你印象當中 會記得一個畫面 比方說電影的結局畫面 男主角第一次出場的畫面 你會記得那個畫面 或者說你卻記得這件事情的結果 但你不會去注意那個過程 你記住這個故事的結果 比方說我們現在要給你統計 波斯班戰爭對不對 甚至於我跟你講二戰 對不對 德軍要進法國的時候 對不對 這一段很有名 你可以去看那個 那個德國古神講的那個 那個投機語錄 很有名 他講的那一段 反而那個地方它是一個買點 對不對 你不要說波斯班戰戰 60年前二戰就是這樣子 那更何況 好 但是我現在要講 這只是一個結局 你有沒有想過過程 過程是因為你跌在先 假設你完全沒有經過這個日落 你收在最高 年度最高 開炮戰爭 你說會漲嗎 我不信 一定跌 這樣你聽懂了沒有 所以說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實戰的過程裡面 你如何在這一波下跌的過程當中 讓自己手上是強制的股票 你才有那個資格 在底部的時候說你要抄底 對不對 否則你昨天就進場了 今天看起來也是套住了 好 那我們就來繼續跟各位講 所以你既然已經跌下來以後 你再出現升級或戰爭 當然會在開戰之後見底拉上來 戰與不戰都是買點接下來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保有你的資金就變成輸贏的關鍵 如果做不到實戰這一點 其實我們就跟其他一般老師 沒什麼兩樣了對不對 媒體會這樣教你 非經濟因素是最好的買點對不對 多麼至高無上的一句話 實戰操作中沒用 我問你 非經濟因素造成的拉回是買點 這句話就結果論來講是沒錯的 如果非經濟因素拉回30天 我現在請問你在24天買 25天買 26天買 還是要在28天買 請你注意 你並不知道是30天 你可能會認為有可能是60天 甚至於你可能是半年 那我問你到底在哪天買 你來問我實戰派對不對 日出買就好了 這麼簡單 所以這句話很偉大 但是你要加上實戰的操作技巧 它才會變成你的策略 要不然永遠都跟記者一樣 蠻好怕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OTC也是一樣 這個日落之後就沒有再上來了 所以再一次跟各位講 下N字好用 要學 好 那我們看 接下來再講一個市場的氣氛 如果利多可以擴散 市場氣氛好 如果利空可以擴散 市場氣氛差 所以好跟壞要看哪一個先擴散 這個富邦媒 他有沒有擴散 有喔 他有擴散 也不關網家的事他也跟人家殺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富邦媒1000多塊修正本益比合理吧 網家才100你也跟人家殺 對不對 那氣氛差不差當然不好 氣氛是一種恐慌的狀態 在恐慌的狀態的話 紅棒不追第三根 簡單來講 多頭格局要追KD衝過80的那一根 空頭格局要買 拉回來回測50的那一根 因應不同的盤面選股氣氛 當然會有不同 這叫擴散的效應 怎麼樣去判斷氣氛的好壞 也是我們這次課程的說明 好 那我們看華裔 最強的 昨天在鎖一個高點 今天就留上一線看到沒有 那原因很簡單 過高的隔天空頭抵抗 所以這個就不能夠用追的了 那藥華藥 情況不太一樣 拉回對不對 利空徹底之後 今天短線有一個高點 好 那周縣已經做出一個日出了 那接下來就看那個 過完年回來以後 營收的一個變化了 營收變化要跟上股價的走勢 不過我們來看到 其他生計股也有開始做轉強 那麼再來我們看到車用的部分 這裡也要講一個概念 我們要來說一件事 因為太多人問我美琪 我們來講一下美琪 如果以傳統的理論上來講 我們給各位一個看畫面上 有人會用五日均量 有人用十日均量 我們這邊用一個二十日來跟各位解釋一件事情 在傳統上 股價過高 量沒有過高 有一個短背離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在這邊放馬歐炮 就告訴你說 這個創高的過程當中短背離 所以這個高點上不去 對不對 這很好解釋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股價走在這邊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這一根 它不會爆一根大量出來 所以你回頭來解很簡單 但是你當下買在這一根的人 他創的新高 這一根轟上去 只要量到這邊一樣過高 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短線上的量 其實我們相對於實戰 因應現在這個有當中課的時代 有一個簡單的做法 叫做什麼 把月均量拉出來 如果你有在我們課堂上 學均線那一段 量的均線也適用於K棒的均線 有沒有 你的重點在於 你的G線 你的月線是朝下的 所以你單日量放得再大 沒有辦法把它扯彎 你後面就會開始做一個修正 它修正到什麼時候 量變成平的 因為在那種情況之下 你才能夠把月均量 再拉一次高峰 所以同樣的道理 最好也跟各位解釋說 為什麼很多去年曾經大漲過的 汽車股它不動 並不是法人它在這邊賣出了 也不是法人它不再做了 也不是看壞電動車 也不是害怕Tesla 在接下來的法說都不是 而是 很多人寧可去壓一個 今年才漲的電動車 你比方說像金塘 它這邊量不是說很久了嗎 你說很久你就有點像誰 你看我舉個例子 我們用電腦 這個月均量就是上來的 它為什麼能上來 它這一段沒有漲多少 封關之前邊做邊學 明天是一個最後換股的機會 我們也邀請各位跟我們一起 來做進場 這裡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現在進來 我要讓你以精力 向你知痛 幫我除掉沈秀林 需要我殺沈秀林的意思嗎 是今天晚上的飛機 一起去美國 我會等到年來為止 周日晚間10點12點 Penhouse上流社會 愛護3C世代 天地合補夜黃素飲 全系列臨床研究 舒適 精彩 水量 三大有感 天地合補夜黃素飲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塵溫蘇 舉個基本面 到深夜石炮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量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 66 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研究發現含維他命A 綜合眼藥水能舒緩疲勞肝炎 來 維他命A直接補 九度 不是這樣補 施美錄 博士捷眼藥水 獨創維他命A穩定吸收技術 直接補營養 舒服又水亮 施美錄 博士捷眼藥水 蘇龍柳肺一定要時時注意 減收人離火時的減節 建議選用防止鍋子溫度過高 起火功能的爐漬 愛酸點五 爐火折斷瓦斯裝置的爐漬 輸用爐廢時 會記得保持空氣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減少爐 也要注意爐漆的清潔和保養 我真的不行 1 2 3 4 5 6 7 8 有 誰 恭喜 恭喜 小的 然後你用大的捷 好 來 第一次 第一次 有拍到嗎 有 你開起來了 那不算嗎 補充生衣維他命D C 口含定 飢餓游戲 他該不會隱瞞了什麼事情吧 他爸爸過去 是不是做了什麼驚人的事呢 你也太誇張了 怎麼有辦法三年來 都沒有見到我們向佑 還能夠一直喜歡他 週一至週五晚間10點 我的女兒瑞英 掌握市場先機 就是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週一至週五 下午2點半 金錢送蔡振華 股市看中市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很多在這一次 拉回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股票開始在做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的過程裡面 未來還有機會 不過反共的時候 其實我們抓這個時間 就是要來抓一個重點 未來的情境就是 2月份不是有一些 包括戰爭的問題 包括生血的問題嗎 導致於就是說 他在節前有一段籌碼的壓縮 籌碼壓縮之後 節後還是會有一些動盪 過年回來以後 當然低點就在2月 這時候他進場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要嘛兩種 股票有分右上角跟右下角 只有兩種股票可以買 一種就是你這樣跌超深 深到什麼程度呢 從高檔拉回來有沒有 一口氣跌到 有點像當時那個什麼 四星KY這樣有沒有 像這個有沒有 從差不多1000塊跌到400塊 一次打掉六折有沒有 那第二種就是說 去年沒有漲 但是他撐在高剛上 撐在高剛上有幾個概念 比方說這一次的LED系列 他們是撐在高點 你說他高他其實也不高 因為老實說他們去年沒有漲 你真心講的話 他們去年其實都沒有什麼漲到 所以你要說他高 也不公平對不對 因為他整個去年都沒有漲到 但不可否認 其實這一波來講 你從月期別去看 有一個機會是做一個往上的上揚 因為他畢竟在這邊中間整理一年 當然指標可能不是在他身上 我覺得負財還是比較重要 因為台北亞科算你跟在後面 再來我們看一下 電動車也是一樣 你看帽連 在這一次很明顯的 因為頭戲買在這邊 你看紅棒有沒有 集結在這個地方 五天之內有五根紅棒 幾乎沒有黑棒 但是它是開低走高 開低走高對不對 所以賣壓存不存在 存在 但是它呈現是一個開低走高 如果你是一個開低走高的話 高點有過前高 那日出形態就存在了 所以這邊來看一下這個帽連 有沒有 月級別的日出之後 這一根是不是月級別的日出 是嘛 高點有過高 收盤有收高 所以月級別的日出之後 你抓一下 這也是一月對不對 所謂的12月就是這個 月級別日出 你在日線當中看到你 莫名其妙要轉強 結果下個月拉回就是買點 同理可證 一月份在這裡莫名其妙要轉強的 在全球股市動盪的過程當中 二月拉回就是買點 準備三月來大賺嘛 其實我還是再次跟各位強調 二月只是因為我們台灣狀況比較特殊 因為前面有價 後面有價 中間天數太少 要不然其實二月就是最好的進場點了 明天就要先佈局的一些股票 當然我們會直接跟各位做分享 也歡迎大家進場來跟我們一起進場 因為今天的話我們節目播出的話 是你最後一次看到能進場之前的 最後一天的機會 就明天的盤中 剩下那四個半小時 好 我們看一下其他的汽車族群也來看一下 包括反甲 這些都是成將量能現在目前已經走平的 有機會來做翻揚的 好 今天的話要有系統墊 然後華金科 華金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股票 走強之後它是維持在季線上方 這個就是標準的屬於高檔持強的型態 持強的型態 那量能基本上是走平的 這裡只要放一個量 月均盡量會走上來 月均盡量會走上來 好 這個綠電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連漲三天之後 在這邊遇到一個短線的壓力 中間也要經過一下中繼整理 那我們看一下新櫃 新櫃當中 當然正文旗下也有一絲小金極 今天早上也是拉了十幾% 那講到這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新櫃在上市櫃之前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上市申請大概六個月 這個輔導 這裡掛鍵上市 轉上市櫃 新櫃轉上市櫃 這個地方就會先動一波 然後再來就是跑這個流程 再來我們看到這邊有公開成銷 對不對 在它的之前 股價會表態 如果說你在這個地方先拉的話 就代表什麼 這樣股票市場上的熱度很高 但熱度不是說市場上媒體的熱度 市場上那些大咖之間 彼此默契上的一個熱度 為什麼要講這個 當然最主要是勵志 今天跌停 對不對 當時從這個300塊漲上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走勢 好很明顯的 在這邊出現了一個賣壓 這個賣壓所來何至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先前漲幅相對大 那我們來看到因為 一月份第一次出現了一個震盪拉回 有機會來破灼低 但目前還沒有收低 還沒有收低的情況之下 如果明天 因為明天是一月份的交易最後 你只要沒有時候在上個月低點的下面 其實二月都還是有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拉回的過程裡面 投心的買盤大概基本上是在這邊 對不對 跟那個瑞鼎差不多 現在進入他們的範圍裡面 因為這張股票自掛起來新貴以來 那我們看到 從它站上季線以來沒有再跌破過 沒有再跌破過 所以這裡要注意一下 它下一次的買點何在 下一次的買點何在 目前量還是往上走的 接下來會拉回來整理 經過一段亮縮 我們認為在今年的2月中旬 還有一次買點 還會有一次買點 這一次的話幾個重點 就是趁著這個 國際股市震盪大跌的時候 來找新的買 來新的股票 當然新貴十大經濟當中 不只這一檔 從小養大的話 就不會受到這個震盪的範圍 如果你開盤才追 當然今天跌停就很緊張 封關前邊做邊學 然後一起跟我們布局新的經濟 邀請各位跟我們一起進場 明天帶你做進場 明天帶你進場 我記得那個金子 被 much negative 閃電一般 challenges dok Ö 你 真的